大家好 夏季养活夏爪蓝 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一件事 因为夏季很多夏爪蓝都会冒出非常多的叶片 如果让这些叶片继续生长的话 很容易导致 粘木的枝干瘦小 叶片薄 因为在夏季盆分比较高 很多植物 火龙果会进入 休眠状态 这个时候夏爪蓝冒出非常多的叶子 它会消耗整个枝干的养分 所以我们就要坚持给它 摘叶子 现在这盆夏爪蓝已经长得非常旺盛了 不需要带长新的叶子 主要是把叶片养装养肥到了花期 开花 才能开出品质高的花朵 摘叶子也有好处 目的就是为了 让它开花更整齐 更匀秤 更统一 才会提高它的观赏性 所以我们要坚持给它摘叶子 摘叶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用手摘就行了 千万别用剪刀 因为 夏爪蓝的 顶端就是它的生长点 开花结果冒芽 都是从这个顶端长出来的 所以破坏它的顶端了 很容易 它就不开花了 不长芽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 我们可以用这些长效的磨肥 在花盆边也 挖一个构草 把这些磨肥埋下去 和根系接触也不会消根 含有丰富的磷甲严肃 能促进 夏爪蓝 花药分化 让它开出品质高的花朵 好了 喜欢夏爪蓝的花药们 这段时间冒出了不少的新叶子 我们一定要坚持给它 摘叶子 目的就是把 现养的叶子 养胶养肥 到了花期 才能开出品质高的花朵 好了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养